各位好 带您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今天因为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 以及华南云雨区东移的影响 各地的天气感觉比较寒冷 尤其在这个北部地区 还有东北部以及中部的山区 比较容易降雨 其中在基隆北海岸 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 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 不过从晚上开始 这个降雨会比较缓和一点 另外在气温方面 北部还有东北部这边 低温只有10到12度而已 中部也只有十几度 那南部稍微比较温暖一点 有到20到23度 不过大家外出还是要多加注意保暖 接着我们来看电量降水图 明天白天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水气是明显的减少许多 降雨主要会集中在基隆北海岸 还有这个东北角 还有宜兰地区 另外在东部地区要注意 就是在花莲台东这个部分 他们主要降雨 还是集中在接近山区的地方 不过整体来说 这个东北角的雨势会相对的 比较明显一点 其他西半部 大多都是比较偏干的天气形态 到了明天晚上入夜之后 整体的天气形态就趋于稳定了 水气也明显减少了很多 那整体是属于比较干燥的天气形态 接着我们来看未来的降雨趋势 我们先来看到 今天各地的降雨 预计到今天晚上水气会减少许多 降雨也会比较的趋缓 那从明天开始呢 一直到下个礼拜二 天气是会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 主要是集中在东半部 还有中部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雨 到下个礼拜一二 这个天气就是更加的稳定了 接下来下个礼拜三呢 要注意会有一波封面通过 同时会伴随大陆冷气团南下的影响 因此又会有一波比较明显的降雨了 包括了中部以北 还有东半部 还有南部的山区 降雨会比较明显一点 礼拜四的时候 华南云雨区东移的关系 这个降雨还是会继续的持续 接着我们来看 未来一个礼拜的温度走势 我们先来看到北部地区 高温在今天还是非常的低 很冷只有13度而已 不过从明天开始呢 会一路的回温 到礼拜二的时候 高温会来到30度31度这边 是属于比较炎热的天气形态 但是到了礼拜三呢 礼拜四因为有一波 冷空气要暴到的关系 高温又会一路掉 掉到14度 周末也只有15度而已 接着在低温的部分 从明天一样是会开始回温 但是到礼拜二的时候呢 最多回温大概只到了18度这里 一样从礼拜三一直到周末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的关系 低温会掉到13度 再来我们看南部地区的温度 高温从礼拜天开始回升 一直到礼拜二会来到30度 接着受到冷空气的影响 一样周末会掉到24度左右 另外低温的部分呢 也是从今天开始一路的会开始慢慢的回温 到了礼拜二来到23度 接着又会一路往下掉 周五的时候呢会降到18度这里 再来带大家关心未来一个礼拜的天气概况 我们先来看到礼拜天 因为强烈大陆冷气团减弱的关系 白天的气温会开始回升 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北部地区 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 那在中部以北的山区 还有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 也都会有零星的下雨 其他的地区大多都是多云稻情的天气形态 到了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 这个各地大多是多云稻情的天气 只有局部的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不过要注意的是 到礼拜三又要变天了 因为封面通过的关系 还有大陆冷气团南下的影响 礼拜四大陆冷气团影响 北部以及东北部的天气 会明显的转冷很多 再来带大家看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 我们先来看到北部地区 高温20度低温只有10度 再来看到中部地区 高温23度低温12度 这个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 继续往南走 我们来看到南部地区 高温27度低温14度是在台南 再来是东部地区 高温23度低温13度 在宜兰比较来要多加的留意 最后外岛地区 高温19度低温在马祖只有7度 最后有两点小丁丁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因为东北风偏强的关系 云林以北沿海的空旷地区 还有恒春半岛 绿岛 蓝雨 澎湖这些外岛地区 比较容易有8到9级的强震风 所以在沿海作业或者 有从事海上活动的观众朋友 要特别留意安全 再来要提醒大家的是 礼拜天晚上到礼拜四的清晨 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有马祖 比较容易有一些雾或低云的现象 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开车的能见度 所以观众朋友在外出的时候 一定要多加留意安全 以上是这一节的中式气象 我是王一仲 广告回来请持续锁定中式新闻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